大家好 剛才大教話說了新法革命與香港的關係 歷史背景 我接著來講一點點 關於香港現在的政治發展 以及我們剛剛成立了人民力量 小弟是多謝幾位前輩 給了機會我們做了這個主席 講一下我們的記念是怎樣 和我們主要怎樣發展下去 其實在座可能很多位都有聽 例如我們在網台做節目 若果都清楚知道 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有多惡劣 但我也想花一點時間講一下背景 為何人力量的成立 主要是關於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運動裏 尤其是主要爭取民主的政黨、政團 那種勞力過去這麼多年都做不出成果 而是希望以成立 以成立 所以也想講一下這些背景 基本上其實講關於香港政治的發展 在香港尤其是回歸而來 其實很簡單就是究竟一個有民主的問題 譬如大家在外國已經有民主的地方 討論政治發展或者政制發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譬如我都知道 譬如新西蘭現在遲些會有一個公投 討論會不會想改 譬如新西蘭的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 這些就是國會議員 其實近期去英國也有一次公投 關於他們改的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 這些就是已經有民主的地方 所討論的政治發展 當然是很深層的 在香港就去不了這麼深層的 其實香港其實講的就是究竟有 還有沒有民主而已 大家都知道 當然直到現在的原因是沒有了 其實整個香港的政治發展 民主的運動本來在回歸以後 其實大家爭取民主已經是去到一個等的階段 為什麼是等呢 因為其實原本基本法的規定 就是說去到2007、2008年已經再決定 兩個最重要的行政機關的首長 即特首和立法會 即立法機關的好議員的選舉辦法 已經再有規定 而在之前回歸以前 可能在序都不少人 都聽過北京政府的共產黨的承論 就是說到2007、2008年的時候 已經可以有機會給香港人補選了 所以其實在回歸以來 開頭那七、八年 一直以來的民主發展 其實是爭取民主的運動 一直都是在等的 但實際來說 其實可能在序都會知道 很快要講一次 兩個選舉辦 兩個最重要的職務 或者是行政立法機關的選舉制度 第一格行政長官 就是由4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 那這400人的選舉委員會 當然就不是我和你 大家有份 但就不是問題 所以當然不是一個民主制度 第二加2002年的選舉 他本來是800人的選舉委員會 但是就不能選 因為就是挺動 我挺動 那是董義華自領當選 但是呢 第七年第三格人政長官 是沒有規定的 是基本法 那是基本上是透過 所謂修改基本法 就是三個曲 然後最重要的是 在立法會裏得到三分之二 例如通過一個議案 這個議案當然是政府提出來的 然後就決定了選舉辦法 所以頭幾年 這裏都是等的 立法會一樣 第一屆的立法會 總承辦法是三十隻公共組別 然後二十隻直選 即六十隻會變 二十隻直選 三十隻公共組別 是否會實質 所謂選舉委員會 選委員會產生 而這十隻選舉委員會產生的 立法會席 跟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一樣 當然這個民主成分是很不夠 到了第二屆 即是200年的立法會規定 基本法議員是有規定的 但是直選了去二十四隻 選舉委員會的席數 就只剩下六隻 到了2004年 就是公共組別三十隻 然後直選三十隻 那這個就是背景 然後呢 一路頭 回歸之後 頭七至八年 一路就是其實 等著 究竟07、08年 會不會有普選呢 北京 中共會不會被普選 給香港人 那其實百萬 大家現在都已經很清楚了 其實那時候已經很清楚了 百萬就是不會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在07、08年 那個政改方案 就是由05年 那時候提出了 曾龍拳提出這個政改方案的時候 要特別要說 為什麼當年發生的事情 還有跟著 這個政改方案發生的事情 那個轉變 就是其實對於 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那個變化 還有為什麼要出現的 其實這些很關鍵的時刻 05年的時候 那個政改方案 大家都知道 可能如果大家清楚了 就記得了 不記得的話可以說一次 就是其實政府推出的方案 因為人大2004年決定了 就是說 公民組別和直選 將會在08年的立法會選舉 是不變的 那個比例不變 也就是一定是維持在一半 簡單來說是沒有直選 但是增加了的議席 就是說 是的 我們會直選增加5席 同樣地 公民組別增加了5席 區議會 但是就是區議會議員 互選產生的席位 所謂增加了民主成分 但是當然這個完全不代表直選 但是那些時候討論 就是區議會 這個所謂的價值選舉的方法 就是有很大的民主代表性 最重要的就是 在2005年那一次的政改方案 那個關鍵就是 政府是究竟委任區議員 委任區議員 是一個民主倒退很重要的東西 1999年就是東建華 就是居然將1994年 回歸之前廢除了的委任區議員 引入回 那這幫委任區議員 當然沒有問題的代表 然後這幫委任區議員 究竟在2005年的政改方案 可以互選 那5席區議會的公民組別的議員 他們有沒有權投票呢 到最後 到最後政府 或者是北京政府 其實在說 其實香港政府沒有什麼權力 都不能退讓 就是連委任區議員 即是被委任區議員 去有權互選 他們都不能退讓 到最後令到2005年那一次 那個政改方案被否決 因為能夠通過超過3分之2的票數 其實那時候已經很危險了 那時候已經有不少的民主派議員 最危險的當然就是馮檢基 已經說只要他們政府肯約 那時候他們已經不通過 最後政府肯約了 這件事就是那時候否決了政改方案 那個重點呢 大家都知道那件事否決了 但是重要性就是 因為這樣 在2007年12月29日 這個條約 就給了一個時間表給大家 這個時間表 當然信不信中共 也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他交代了一個時間表給大家 就是2017年 香港的行政長官 是可以由這個所謂補選產生 雖然有一個所謂的關卡 要推入委員會 另外2020年 這個立法會選舉 是可以由直選產生 這個雖然是一個很遠的承諾 而且北京的承諾 從來都 大家知道 都不當時會答應 但是 起碼他給了一個時間表給大家 也都證明了當年否決政改方案 2005年 所以法官主辦的成員 是有他最終的效用 但是去到2010年 第二次政改方案 就是關於2012年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 那兩個產生辦法 政府再次走出來 或者人家常委 出來釋法 基本上就是 2012年的特首立法會 那個產生辦法 仍然是要一半一半 即是東南組別 和直選的議員 比例是一樣的 那出現這個方案的情況之下 行政長的選舉辦公室 當然仍然是用選舉委員會 因為2017年才讓你補選 那為什麼 在那次的新政改方案 2012的政改方案 在2009年才提出這個造謂的時候 當時的703位議員 即是六日運動 就是在座的大舊 是否以為仲民有何行呢 就提出了 有一個五區公投的方案 就是說 我們已經等得太久了 本來其實香港人在回歸之後 一直等民主活動 爭取民主運動 沒有什麼發展的原因 就是等2007年 2008年 家庭政府會比例 最終沒有比例 然後2012年都不比 雖然不所謂有個時間表 但是那個新的方案 那個部分是非禮之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要要求 透過五區辭職 即是五區公投的方案 令到全港府的市民 有權透過這個補選 表達到這個政改方案不本 亦都說 其實是希望民意 就不再靠在議會裏面的議員 和政府對抗 即是北京政府 爭取民主 而是希望用全港的民意 是爭取 即是有很大的參與 爭取民主的 否決正確方案 或者爭取真正的 終極普選的目標 那麼最後公民黨的議員 決定參與 就造成了這一次五區公投 這五區公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民主黨派 裏面和民主派 最大的一個政黨 民主黨 居然是不單單不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而且 是用回和政府 或者補王黨的 那些議員一樣的 語言手法理由去否決 這個五區公投的重要性 或者是效用 杯葛這個選舉 但是也不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 去認一人的政改方案 他們最終提出了一個所謂 區議員互選提名 就不是互選立法會議員 而是提名 一個候選人出來 給全港市民所謂直選 這個超級區議員方案 所謂這個改良方案 然後 因此通過了這個政改方案 這件事 令到 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人 已經去到極度的憤怒了 因為 在0708之前 或者一直回歸之後 這麼久以來 大家等到0708 所以會不會特別爭取民主運動 做出來 因為他們打算等就等到的了 怎料0708等不到 2012年都等不到 但他最終居然 甚至通過了一個政府 所謂的改良方案 而這個改良方案 我們再說一次 就是 所謂區議員的互選 如果靠直選產生 聽起來好像有所謂民意的授權 但這是一個間接選舉 而且這個間接選舉 都說整體區議員可以被提名 而且被選權也是一樣的 沒有其他 是全國市民的參與 所以這個直選的成果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是因為這樣 發覺原來 香港一直以來 他們民主派 法民主派最重要的政黨 民主黨 就是最多移植的政黨 不僅在回歸頭7、8年 沒有特別爭取民主 而且去到2012年 政改方案 甚至去支持政府 令到我們一班 一直對爭取民主 已經等到很不耐煩的人 決定 要站出來 因此 人民力量 其實是很大的原因 是由於民主黨 支持政改方案 而成立 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再好持民主黨 或者甚至法民主派更多以來 其實打算坐在這裏 等北京被施捨給你 就爭取了一隻民主 現行走出來說 我幫你爭取好了 因為已經是失敗了 證明了十多年 甚至回歸之前 一直爭取 已經證明了是不可行的 第二就是 除了這個政法不可行之外 我們也發覺他們 甚至已經不能再被當入法民主派 因此我們要任何兩者 因為這樣走在一起 包括在2010年 政改方案通過了之後 一班政改方案 包括小弟 一個選民的兩者 一個組織 例如聲勢醫生 馬必 遇人 這樣組成一個選民的兩者 主要要求這個民主黨 票债票上 要求他們對贊成 居然贊成政府的不民主方案 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接著有其他組織 包括最主要就是在7年 走出來的兩位立法會議員 即是王宇文和大舊 再加上其他成員 就組成了這個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的想法就是 第一我們已經不可以再用民主黨 或者一直以立法民主派 過去十幾十年 可以爭取民主方法 等 然後在立法會裡面 反對 而反對無效 反對無效 之後就回家去看波 就覺得這樣已經是沒有用的 而希望就是 包括好像在之前 他們在社民聯盟的時候 透過譬如 啟動這個五區公投運動 希望人民再參與 第一 第二就是 我們會再講 譬如在議會內外的抗爭 的手法 會是更趨激烈 以及希望呢 就是要帶出一些所謂的街頭 或者議會外的抗爭 或者有創意的抗爭手法 對我們對香港政制的不滿 甚至香港其他社會問題的不滿 都要帶出來 因為其他民主黨派 甚至不要說民主黨 我們說他投入共產黨 會支持政府的方案 甚至公民黨 或者其他獨立民主派議員 他們那種手法 已經是再做不到任何事情 有人會問 人民力量 這種手法 是否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可以坦白地跟大家說 這種手法 在現時 是不會得到 多於一半的支持 但是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要行這手法 第一就是 舊那套已經不合理了 因為 so far 香港的經營不滿民主 甚至社會問題 越來越來越惡化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而其實你無論在全世界 爭取民主運動 或者歐美 不是爭取民主 而是對其他社會議題的抗議 一樣會走入街頭 希望市民 一般的市民 會參與 甚至會有這麼激烈的行動 希望一般市民 會被政府要關注 這個就是人民力量 會行的路線 如果不多於一半的人支持 的手法 當然不是 我們分開兩個層面來說 第一就是 其實 就算你不是得到一半的人支持 也好 不是得到一半的人支持 你人民量 即不是人民量 即是你幾人 透過一些激進的手法 或者已經有創意的手法 和以前不同的手法 然後對應到社會的市民 和對政府的不穩 包括政制的不穩 包括社會問題的不穩 如果配對應到 他們感覺到你難怪為它發聲 或者他覺得這種發聲的手法 是配應到自己的不穩的程度 其實是可以將整個所謂的 在意見不同的光圖 你可以拘捕 即使你是少數都好 你可以可能 發覺原來 可能在你旁邊的 比較多的 例如公民黨 或者獨立地議員 原來香港的民怨 已經去到更加深的地步 或者對香港民主的部分 或者發展 已經越來越不越過 他們可能會有更加激進的手段 因為你給你回來 亦都因爲這樣 其實所謂的政黨 在香港 就算不招一半民意支持的手法 其實亦然是可以帶動到民意的 這個其實是有力量的 即使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得到超過一半人支持 因為香港都是很保守的 就是覺得 其實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溫和 只不過是去示威的時候 逛街逛街一點 英華已經是左路 但是我們其實沒有亂走 我們在遊行路線上的 應該是激進 但即使是這樣 如果我們的激進 是能夠配應到 或者對應到 一部分市民的不滿 我們就能夠把整個意見的光譜拉過來 能夠把整個意見的光譜拉過來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只要政府援助其他的 譬如有更多惡法 更多不離其他社會弱勢社群的政策 方案提出來的話 只要把整個意見的光譜拉過來之後 它已經跌過一半 對 所以全部都是人民的量 但是在人民量所受影響到 他旁邊的 政黨 只要越走越激 或者不要激 你不一定是有支撐的衝突 而只是想採取一些更加激進的手段 去爭取一些結果 成果 或者更加激進的反對聲音 只要去到一半 你已經是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人民量 所以在政治理念上 希望即使我們不是多個一半人支持 都好 我們會透過這些手法 而且覺得這些手法會有效 可以帶來 第二就是這個不單止是理論上 層面上是會有效 又弱又下 而且實際上 實際上 我們7.1的支持者 其實原本的人民量 我們剛剛成立 頭幾個月不給全門打壓 好像不存在 在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 你會發現人民量是不存在的 可能大家在我的反應知道 可能我聽節目 看新聞 但是 香港好像不存在 直到7.1遊行那一天 我們在灣仔修盡場 有一個 在遊行中 我們有一個 所謂休息 或者停在這裡 做一些I-mic運動 在灣仔修盡場上 我們差不多有一個人 我們估計應該有8千人 在聚集在那裏 是支持我們的口號 和他們一起口號 支持我們的訴求 然後即使去到夜晚 非常之夜 走到中環部分 比如所謂留守 或者和警察抗爭 都有超過2千人 到最後 到最後 被捕有138個人被捕 當然警察覺得我們非法集會 我們不覺得我們有任何辦法 但即使這樣 這件事證明了 我們有很多 香港已經有一批 願意採取這些政策 雖然人數不明顯 尾算太多 但是願意透過一些更激烈的行動 包括接受被捕 去做抗爭 138個人 連同其他社會的人士 在其他地方 有一些抗爭行動 在超過2百人多萬的地方 其實是香港 示威以律來 是未試過出現的一個這麼高的數字 之後